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很奇怪 里面还传出一些声音来 我们还是赶快进去看 真的 这种厂房最里面那个地方 我们走进去看看好了 而且其实我进来还是会有点晕晕的 不是 我越走到里面越晕你知道吗 对 那里 你看你看那个布 有声音 我们往前走 脚步声 小心点 对啊 厂房占地广大 黑暗中的声响却不知从何而来 难道明明中 兄林逃脱了阴差的审判 才有了抱负的动作吗 还是存在现场的兄林 伺机作大而蠢蠢欲动呢 对不起 你们两个太不经历了 居然还说那些关键手来了以后 还想把大大小小全部收完 没有用 如果全部收干净了 那你们两个进去干什么呢 不是 因为那时候我们 我是认为说进去应该 不会有太大的 比较安全的感觉 对 没有想到才又进去就 又开始了 我说真的没有用 可是刚小金姐讲啊 说那个小朋友拍手的声音 已经不见了 已经不见了 那小朋友 之前不是一直拍吗 当那些 关键手还在外面做那个法的时候 他一直在拍手 对 他们一离开 一点声音都没有 而且很特别的一点就是 刚开始的时候 你们发现我头发一直乱飞 有没有 我没进去之后 就是关键手离开之后 就风平浪静 完全没有风 那代表有用 其实我想我蛮好奇一点 像请问谢老师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需要请这些关键手 或者是这些石家将 比如说我说在家睡觉 然后被鬼压 需不料可不可以请 这太小吉大作了吧 对啊 既然它是一般什么样的场队 才会有关键手出来 其实一般 不管是关键手也好 所谓的石家将 巴将 甚至他们所谓的跳钟馈 第一个新屋 新的房子 OK 你要入宅 所以它就是要 我们讲 因为这些基本上 还有所谓的镇宅 有所谓的压煞的功能 第二个 有些时候他们办一些活动的地方 有些这个地方常会出事情 常出车祸 有所谓的意外 那这些地方他们会跳 就是请他们来那个 然后就所谓的压煞 那之后呢 就请进这一块里 所以他们好像是有一个这个 开路先锋 这样子的作用 对不对 然后整个震住这个地方 然后压住这个煞气 对 其实我觉得那天 那样子的正式 我就感觉好像是这些关键手 给现场的那些灵界朋友 下马威这样子 其实事实上他可能没有收 把他们收来 好啦 那你们接下来 是不是要继续往里头探险 没有 没有吗 真的很慎重跟观众道歉 我们这次任务真的失败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做完 这样子的一个流程之后 进去呢 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觉得 觉得里面还是很恐怖 应该是哪一拳啊 心里头还是觉得薄薄的 对不对 刚刚你们最后那个 喊一声 然后有喊一声 那个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那个瓷器啊 就是倒下来了 整片倒下来了 对 它是整个在后面 你知道一望无际 上千坪的那个瓷器工厂 我们这样看过去 没有镜头的 不可能啊 如果说他们来过了 我想说应该 我在那边后 我就睡一晚了 没有 我就想说 我们下一次真的 在准备好之后 鼓起勇气再去一次 要不然就真的要麻烦小饼 带观众去看一下 不过呢 一般人 在你进去了以后 发现状况不断 完了以后呢 还动用到这么大的正式 请到这么多的官将手 来现场上做完 这样的法式 当场真的吓到 我想心情真的很难 立刻平复下来 对不对 进去里面 就算蛛丝马鸡 恐怕也会下得半 对不对 对 小饼 既然他们已经在前面 进行了这样子的那种 清除的工作了 接下来是不是就换你了 我想应该是没问题吧 好 三十年前的李家 靠着制粉工厂赚了不少钱 但是西夏却只有一个独生子 当儿子娶妻之后 媳妇遭受到婆婆 不少的欺验 甚至乎赖她投了船家的首饰 还跟左立又是张扬她的不孝 造成媳妇受不了而上吊自禁 后来因缘魂不散 导致制粉厂因此荒废 但是被用来堆放杂物的厂房内 竟然还停放了一艘发生意外的笼舟 使得此地鬼魅传说变得更为剧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